大家有試過煎袋子嗎 很多人都會把袋子煎到焦 又或者煎到一坦水 袋子不論是很漂亮很大隻 因為出水後袋子就變得很小粒 也不好吃因為濕粒粒 袋子應該怎樣煎呢 我今天有4粒刺身袋子示範 很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不想太硬 就一定不會煎到全熟 全熟的口感都差一點 當然出不出水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想煎得皮脆又好吃 裡面也不要太粗糙 選刺身袋子會比較好一點 這裡有4個袋子 首先要記得煎袋子要乾身 煎任何東西都應該要乾身 不可以有水氣不可以有汁 否則會很容易焦 還有如果濕的話 那個面就煎不硬 也會很容易因為有水份 令到煎鍋的表面會降溫 也會影響效果 降溫就容易會濕落落 因為帶子即是海鮮 其實跟大部份肉類都一樣 當你煎的時候 如果是用煎的方法 溫度不夠就很容易會開始出水 這就是一個主要出水的原因 我們今天示範會有什麼調味呢 很簡單的 帶子當然想吃鮮味 所以最基本是用鹽、黑胡椒 兩樣東西 通常會喜歡用牛油煎的 因為會比較香 還有一些香草牛油在最後調味 我們煎帶子開始處理一下表面 這個帶子在雪櫃剛剛拿出來的 留意我們做之前才把帶子在雪櫃拿出來 煎帶子不同於煎牛扒 煎牛扒大部份的食材都應該要解凍 回到接近室溫才做好一點 但是海鮮就不需要的 海鮮其實在雪櫃拿出來馬上就可以用 因為海鮮首先如果真的在室溫內 就很容易會變壞 還有如果它本身裡面已經暖暖地 也都很容易會熟過龍 除非你那個海鮮很大塊魚肉 非常大塊 當然要解凍 我們煎帶子要把表面煎脆 並不是直接硬去煎 因為帶子這些肉其實很難會變脆 如果它煎到變脆 其實你會煎了很久 或者熱得很緊要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叫粉煎的方法 粉煎就是加一些麵粉在上面 普通麵粉都可以 如果是入廚 通常最簡單就是 中筋麵粉或者低筋麵粉也沒有問題 什麼粉都可以 我習慣煎粉煎我會用這個全麥粉 全麥粉是啡啡色的 有些粗的麥粒在上面 超市可以買到的 通常我煎鵝肝那些都會加全麥粉 它會比較香 如果有這個就用這個 否則用麵粉就可以了 煎之前 下鹽 留意的是我們經常說 煎之前上面下鹽是什麼鹽呢 其實是粗海鹽 粗鹽或者說 因為如果你下鍋子是很幼 其實那個效果就差很遠 我們粗海鹽它大大粒 首先它可以在食材表面 浪起了食材 食材裡面會更加容易受熱 有空間在那裡 如果是粗鹽 其實粗鹽它太粗 也很容易很快地滲入食材的表面 肉類很容易有鹽就會流出了水 除非你一下就馬上去煎 否則等多一會 你用粗鹽它的水還會出得快一些 更容易變得濕滴滴滴 均勻有些鹽在表面就可以了 反正一會兒我還會有香草牛油做調味 所以我就不會加太多鹽 香草牛油都是鹹鹹的 黑胡椒 然後就放入麵粉 麵粉不用太厚 很薄薄的 更薄薄的 還有麵粉主要是在我們煎兩面 因為旁邊我們通常吃不煎 所以你煎了這個粉 就要先把它拿爛爛 所以主要是在底面兩面 好 現在開始煎了 開火給牛油 首先這次我會不太熱就放進去煎 牛油什麼時候夠熱煎呢 正常來說牛油溶了它起泡 有很多大泡泡在這裡 大泡泡很快會穿了 穿了就變幼細的泡 幼細的泡 最後油面會有些乳糖 有點焦色 那時候是最適合煎食 當然因為這個紅柄是焦色的 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看泡泡 當大泡開始爆得越來越多 變成嚴密的細泡 而且水份都跑得差不多了 因為牛油有水 所以它會變得很辣 水開始彈得少了 這時候就可以煎食了 如果我把螺火關小 把 проц子 україн機分開 擦一把泡泡去 把大泡泡放進去 vào 煎食後看到油圍著食材滾 即是狀態是正確的 什麼時候可以翻它呢 不同的帶子有不同的厚度 其實我們看它下面開始變成啡色 也知道下面是煎硬了 而你會見到它上面開始拱起 有一點點穀起 因為肉開始熟熟的時候它會收縮 然後有些焗部就會膨脹 下面一扯緊,上面又會有點脹脹 煎第二面 火山很小,有熱力但又不是很強 因為剛才第一面煎下去我燒熱了餅 放進去煎的時候 所以它更多油都很夠熱 現在不是太夠熱了 你就看看 看到有水開始走出來嗎 因為這裡不熱 我煎一粒就不會浪費帶子 如果你平時自己煎的時候 可能一次過煎很多粒 都容易產生這個情況 你未必過火山很小 如果你煎很多粒 很多東西放進去 你的鍋子降溫是很自然的事 又或者太迫 它沒有空間讓油提升溫度 自不然也降溫了 降溫就會發生這些事 如果這個時候 這邊怎麼煎都不硬 而且已經出了一口水 你再硬煎 你都很難煎到那邊金黃色 因為濕黏黏 如果要變金黃色 你要弄走這些水 可能大火揮發它 帶子就太熟了 總括來說這粒帶子已經煎完了 你看它有彈性 原先是皮的 軟身 現在有彈性 表面有一點醬汁 因為它會有點裂痕 粉也未必封得到 其實已經煎好了 刺身不會煎熟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是Take 2 這次我開一個正常點的火力 相對於煎帶子來說 如果煎牛扒這個火力就不夠了 一樣 我們等牛油進入最佳狀態 接著我們就放帶子下去煎 看到那些油 那些泡 泡全部變成很細密的 沒有很大的泡泡 現在已經夠熱了 帶子 煎了一面 煎硬了 這裏開始有一點啡色熟了上來 其實它白色已經來到差不多 大概三… 即是如果以一半來計算 這裏一半 它都上了差不多一半幾一半 一半幾一半就是什麼呢 即是三成左右 這時候我就反轉它 大家看到這次反轉了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大一點點的火 這個火又未至於煎焦 但是能夠提供到足夠的熱力 你見我放了第二面下去 它下面的油都在滾 還是有一點點 噓 煎 這個油都在面上 煎出 薑魚 就是用油 煎焦 煎 煎好 有彈性煎好了 留意一下 没有出水 这是油 第二面一样是脆的 我会煎这两粒 我们试过不够热 刚刚好 如果太热就不用试 大家都会想到 发生什么事 很多时候 不知道怎么煎带子 比如问人 有些人说要大火煎 有些人说要小火慢慢煎 有些人说要小火慢慢煎 很多个个意见都不同 到底怎么才对呢 所以就拍个片 讲解一下 其实要够热 就不是大火小火的问题 有时很怕大家会常常记住 看完示范就觉得 这个步骤是大火还是小火呢 有些时候是可以这样讲的 但有些时候又不可以死记 因为有些时候大火小火是相对的 不同的炉头 不同的厨具 它出来的热力表现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好是学会看 那个厅里面的状况 就知道需要不需要 调整大些小些火力 我们看看刚才示范的两粒 第一粒这个出水 它放在碟子还在出水 看它出到水糖 第二粒很干身 没有事的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煎好最后做调味 用香草牛油 有一个大火 加水 盐 放入水 煎混合 油 煎 火 盐 啊 啊 啊 呼伸进一着出水啊 鱼骨着个拍眼皮的啊 五分之三 二 二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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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